嗨 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這一台歐寶 歐寶阿 大偉你應該沒聽過什麼叫歐寶 沒有聽一下 你在很小的時候 也是我們不是我們住桃園嗎 那時候過那個中正路那個橋 一道橋尾 哇 熄火了有沒有 哇 妹妹好緊張 媽咪我不會回不了家 好可怕喔 那時候你們台幼稚園 對不對 那時候呢 我們也台COSA 那當然那個時候的COSA 就已經是中古車 那時候我應該已經三十七八歲了 你們都還幼稚園的時候 那你知道嗎 其實公公阿 你的爺爺阿 我爸爸 其實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畢業啦 我說大學畢業 對 大學畢業當兵的時候 這樣講比較對 我當兵的時候 等於說那個時候二十三二十四歲 那個時候呢 也就是等於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公公就買一台 歐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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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這個歐寶這個品牌 我想對於現在這個年紀 不要說大尾啦 就算現在大概三四十歲的這個年代的人 可能都沒什麼印象 而且說起來歐寶 這個歐寶 這個歐寶 那台車我對他真的超有感情的 我剛才不是講嗎 我當兵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大概大四 大四快畢業的時候呢 當時公公就跟那個 路克叔叔吧 跟他們買的 等於我同學他家買的全新車 你知道嗎 Omega 2.0喔 這麼大一台 那差不多就是 BMW 5系列這麼大的車 那一台才多少錢 你知道 當然三十年前的幣值 跟下一代不一樣 不過也非常便宜 我記得很清楚 五十幾萬而已 五十幾萬大家 你現在五十幾萬在台灣 是幾乎是買不到半台車 那個迷你車可能都很難 那麼大一台才五十幾萬 當時的這一個你說雙B的車 當時啦 也大概都是百萬以上 所以呢 我當時的印象就是說 當時的歐寶 歐寶就是他德國車 但是很便宜 就是很便宜的德國車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很多討論 對不對 那個阿修 就是 一方面他是 那個時候是GM集團 GM 等於說他背後老闆是美國人 美國人嘛 對不對 美國車就是那種 很大一台 搖搖晃晃的對不對 然後很好油 對不對 然後粗粗晃晃的 那時候是對美國車的印象 那個時候 但是呢 他雖然歐寶 歐寶其實曾經是歐洲第一大車廠 曾經啦 他歐洲車廠 但是呢 他被GM買去 然後呢 當然就一定會受影響 對不對 所以當時 我的印象 我想事實上也是 那麼便宜 就是 你如果想開歐洲車 想開歐洲車 那雙B就太貴嘛 那家裡很近 不允許 哈哈哈哈 那歐寶就是一個選擇 他訴求是這樣 就是便宜 很便宜的 德國車 那當時 我記得啊 我們當時討論就是說 他就是 從國外進口 德國那邊進口的時候呢 就空車 什麼都沒有 甚至手搖窗 沒有音響冷氣 然後呢 我上述這些配備 都是到台灣 進來之後 等於說 你空車嘛 那進口的 單價就低 當然關稅各方面 就便宜嘛 包括這個 歐洲離岸價格 整個都便宜 然後呢 到台灣 再把那些東西裝起來 OK 這樣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呢 當時就覺得開歐寶 就是第一個 便宜的德國車 第二個呢 就是啊 這一個 美國 這個 美國老闆 所以那個車開起來 說實在 就是醜色的感覺 那扎實性不錯 但是呢 就是 車上那些配備 很多地方 覺得怪怪 就是後裝品嘛 然後呢 故障率也蠻高的 故障率蠻高的 然後 包括後來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提到的 有沒有 就是大偉 他們很小的時候 當時我買一台Corsa 那Corsa呢 也是一樣 板件很好 然後呢 那個引擎室 排列很緊湊啊 緊湊是講好聽啦 講難聽也就是 修死你啊 很難修 我記得很清楚 包括換個引擎腳啊 包括換個壓縮機啊 什麼壞冷氣幾乎是修不好嘛 對不對 就是 很擠 然後你 很多地方很難施工就對了 搞得要死齁 那麼 所以我剛才講 那麼多時空背景 就可以了解 再包括呢 這個品牌 就速度易主 速度易主 那最後呢 是在17年的時候呢 進入了PSA集團 OK 好 所以大概之前的鋪陳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在台灣的市場呢 最後是由國產 國產接手 最後啦 甚至呢 還有一段時間 是有國產化的 包括什麼 Vectra Vectra 手排的喔 以前那個Look叔叔開的那個Vectra 就是國產的 國產的歐寶 曾經有國產過 由國產公司 來國產 OK 好 那現在這個 大概在十多年前 退出台灣市場 整個都沒了 但是說實在歐寶這個車廠 以現金來看 它其實銷售的地區並不多 它主要還是以歐洲 包括英國跟歐洲本土 就是西歐啦 在歐洲呢 是它主要販售的對象 那美洲是 是完全沒有 那亞洲的話 也只有少數的店 所以相對來講 並不是這麼一個 像我們熟知的福士啊 雙B啊 Toyota Honda 這種Global大車廠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但是呢 你去觀察在歐洲 這個歐寶的某些車款 還常常是銷售冠軍啊 而且呢 其實售價呢 並不低於 我剛才講的這些 Global的大車廠 它走一個 蠻自己的一個路線啊 好 那 我今天 為什麼 我還想開開看這個車齁 因為第一個我看一看 我對歐寶是很有感情的耶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大偉 當時公公啊 就我的爸爸 開在Omega的時候 我剛才講 我在當兵嘛 對不對 曾經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次呢 當時 當時手機 090才剛開始 其實在當兵也很難聯絡嘛 那麼 就是我當兵的時候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講說 我那位歐寶 被人家追撞 就在我們家那個 那時候我們住那一口成功路那裡 公公那個就是 我都沒記錯 應該是左後方的尾箱啊 被一個或者 碰一個追撞 那你知道公公啊 我爸爸 徐爸爸 那是性情中人啊 我爸爸他 他擺就是那種 個性很 比較古怪 飄逸的人 被人家撞 然後大家知道嘛 不要說30年前 現在台灣的這一種交通的什麼 碰撞賠償法規都還一塌糊塗 不要說30年前 那麼這據我媽媽轉述啦 對方就很盧嘛 明明是我爸爸停路邊 然後被他追撞 追撞 左後方 撞蠻嚴重的 然後呢 反正對方很盧 然後呢 我爸爸就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你知道嗎 算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公公是這種個性的人 他覺得很煩 懶得跟對方講 對方很盧嘛 講中講一下 算了算了 算了 整個左後葉子板是撞爛的 很嚴重耶 但人是沒怎樣 所以呢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我在當兵了嘛 常常休假回來的時候呢 就是來修那一台歐寶 因為你看 我們環境 就是環境不是很好 那時候才會開歐寶嘛 環境好就開B&W對不對 那我又不在 所以我爸就透過人家介紹著 用很便宜的方法 硬拉怎樣 反正修得一塌糊塗 所以很爛就對了 所以我每次休假回來 大家知道老龐嘛 對不對 從國中開始就在修我媽媽的山陽喜美 然後後來就想 我真的喜歡弄車 那別人修得很爛 我很受不了 自己去買那個洗力控膠 把裡面那些焊點 重新再刮掉 然後後來 覺得不行 洗力控不好 還特地去找那種 那種什麼 結構膠去磨好 然後裡面呢 再去用那個Tamiya 模型膠 我說車內喔 就把它重新噴 你就可以想那個當兵 對不對 休假的時間又不多 然後又要這個 對不對 要陪女朋友啊 反正很長的是 好幾個月 我都在搞功那些Omega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到快退伍的時候 快退伍的時候呢 當然老兵有時候比較自由一點 好幾次呢 還把這個Omega 那我家那台車 就是收假 我們有時候直接在屏東那邊休假 直接開到屏東部隊 停在那邊 然後呢 晚上 可以出去 出任務的時候 開Omega呢 哇 在那個 墾丁啦 那個 風吹沙那裡啊 哇 開Omega那邊過彎 因為 不管怎麼樣 它雖然很便宜 然後它雖然很多 這個 台裝的配備 但是它基礎上 它就是一台 正 德國 德國車 前置引擎 後輪驅動 所以呢 在恆春的某些山區 大白 哈哈 你老爸三十年前說 喔 那時候就 喔好讚喔 很讚喔 讚得不得了 所以說起來 我對歐寶這個品牌 是很有感情的 好 所以也如我剛才講 這個 我對歐寶最好奇的地方 就是這一次 他們推出的 我最好奇的地方 就是說 它現在換老闆了嘛 變成是法國的 法國老闆 那當然 等於說它的血統 應該可以說 就完全是 歐洲血統 當然剛剛啊 我去取車的時候 他們 原廠還 不太 不太喜歡聽到說 就是 歐洲車 他們喜歡講說德國車 德國 德國 因為歐寶 歐寶是德國品牌嘛 那麼 現在是法國老闆 它強調德國 德國 甚至於它強調像 今天開的這個Extra 這台車 其實是 德國 德國本土的 本土生產 德國生產的 好 那麼 這台車的外觀 外觀 跟內裝 其實 我覺得 外觀內裝 這個東西 美跟審美 很不一樣 很難講說是 好看或不好看 那我的印象中 就我從前的印象 就是 30年前 不管我 開過的 Omega Vectra 或者是 這個 Corsa 其實 當時還有所謂 Cartite Cartite 或Extra 我的印象中 當時那些歐寶的車 當時 但我現在講 是30年前的事情 都是很圓潤的 傾向圓潤流線 傾向圓潤 比較少 零零角角的線條 那麼中間 中空的 那麼長的時間 大家也不太有關注 這個品牌 現在再度出現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車 外觀跟內裝呢 都出現了很多 零零角角的線條 尤其是內裝 你看 在儀表板 內裝的表現呢 見仁見智 幾乎都是 直線 轉角 直線 轉角 你看 包括這兩個 十寸的螢幕 OK 包括儀表台 整個勾勒的線條 包括冷氣出風口 中控台 馬鞍 甚至於呢 這個線傳的排檔 排檔波桿等等 你就看到就是 不是正方 長方 就是菱形 就是直線轉彎 直線轉彎 比較少曲線的感覺 尤其在內裝的部分 那麼 在用料的部分 其實 這個 這台車是 破百萬以上 坦白講 用料 塑料感 還是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前門的話呢 還好一些啦 就是說 軟質的鋪陳的部分 還 比例上 比較多一點 那後門的話呢 幾乎整塊 門式板 幾乎啦 幾乎整塊門式板 都是塑料的 然後 像今天試的這一款 GS Line 已經算它目前啦 目前可以交車的 算是高階車款 Premium 聽說還要到 可能到後半年 它這個是 布直的椅子 布直的椅子 那我覺得算是寬版的 對我來講 還稍微寬了一點 這個左右的抓腹 不是很夠 然後 腿部 反正我來講太大張 對我來講 可能是德國人很高大 然後呢 它屬於 部分電動 就是腰靠和椅子的高度調整 有電動 但是呢 其他包括椅背 是用轉的 OK 包括前後的挪椅 是手動的 那當然 不可能會有記憶這種事情啦 那基本上 這個椅子是布直 然後手動 然後 這個 方向盤的造型 我個人是覺得不是很好看 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好看 但我強調 審美是很個人的 所以我強調說 以這個百萬等級以上的這種小先輩 它整個內裝的 用料上 你會覺得 比較辛苦的一點 比較辛苦的一點 但是 在這個性能的部分 我倒覺得是不錯 包括 內部這個電子防袖 後照鏡 是 無框式的 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然後是電子防袖 那麼 外側兩個後照鏡呢 我覺得 視野夠 而且長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它長得蠻好看的 而且視野夠 OK 那 這兩個螢幕 我覺得光完這個 就可以玩很久了 它幾乎就是安卓機的概念 包括呢 右側 它是包括這個多光能螢幕啊 然後環景啊 這個 這個 呃 還有呢 這個本身的設定 它也可以去設定你的主螢幕 內部內容 它就像 很多所謂的 安卓機的概念 可以做很多一個 不同的設定 我想這個 年輕族群 一定非常的喜好 音響表現呢 一般啊 好 那麼 再往下的話呢 我剛才前面有大概提到 它這個 線傳的 應該不是講排檔感 應該是 波感 這個波感 其實要去習慣一下 線傳的概念 再來呢 是這個 Drive Mode 那左右這個部分 跟鋼琴烤漆的質感 倒是做得不錯 那這個部分呢 跟它整個儀表台 跟左右門板的塑料 哼 我覺得這部分 倒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反差 蠻大的一個反差 好 好 那麼 後座的部分呢 其實 對於這麼小的車來講 有後座出風口是很難得的 然後呢 有USB的插電孔 那後座的座椅 當然是可以傾倒 不過我覺得坐在後座 我覺得 小度 有點比較立小一點 然後呢 它後面那一個靠枕 好靠枕 你立起來 覺得頭有點 你要往後仰 不太容易 然後你把那個 頭枕 往下收到底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做人 你馬上會碰到肩膀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設計讓我覺得 有點奇怪 那可能是頭枕 放下來的時候 只能讓小朋友做吧 那如果大人的話 你頭枕 就一定要 一定要拉起來 一定要拉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 立太緊 那姿勢有點僵直 後座 我覺得也許這種小先輩 也不能要求那麼多 因為它從外型上來看 它其實整個車頂是有點浮現的 然後延伸到後座 所以內部的空間表現 以這種車格來講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 好 那麼 這些是 一般的評論 重點是 我該講的 這個車呢 跟我30年前的印象 就他們GM時代的時候呢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好 退檔 退檔 感覺我們到底齁 完全退檔 坦白說 差很大 差很大 哈哈 因為我該講 之前的歐寶式屬於GM系統的時候 其實雖然說歐洲車 但我覺得 它到底是美國老闆 所以車子裡面 還是很多美國 美國這個味道 那就是說 我覺得 當時我覺得啦 除了說內裝當然很粗糙之外 然後呢 這一個 路感 路感不是那麼清晰 而且避震是傾向軟的 軟的 以前的影響 但今天這台車 其實是從開關門的聲音 大偉齁 我們在展進的時候 齁 大偉說這才對嘛 對吧 因為我們最近大概四日試車 哇那個 開關門啊 哇就感覺這個門很厚重 然後呢 它那個門框 其實這個大偉是沒有感覺的 應該 因為這是我這個世代的人 隔音做得剛剛好 引擎的聲音呢 好聽 我以前那個Omega呢 雖然說應該30年前了 其實同個品牌 還是會有一些勾勒 還是會延續 它那個門框上那個絨腳那個絨腳那個絨腳 跟我以前開的Omega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 車內 車內這個 組裝的這個 噪音的格局 其實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以從小車來講 然後這個1.2升 三缸渦輪增壓 130匹喔 23公斤米 感覺呢 感覺呢 好像動力不是很大 但是開起來啊 說實在的 蠻好的 蠻好的 跟它搭配巴速手自排的時候 一定有關係的 這個巴速是AZF的嗎 沒有 I-SYN的 I-SYN的齁 哇 這個 開起來 虎虎身風啊 真的虎虎身風 因為有巴速 第一個就是 齒比的範圍比較廣 所以呢 讓它低速的時候呢 大齒比 夠力 高速的時候呢 小齒比怎麼樣 省油嘛 就這樣的概念 所以它達到1公升17點多 公升的油耗表現 挺好的 那麼在實際上操作表現 我現在放油門再踩 當然渦輪增壓引擎的這個遲滯 還是難以避免啦 但是呢 並不算太嚴重 我們現在切到Sport檔看看 Sport檔然後進入這個M模式 這個M不是BMW M 是MENU的手拍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換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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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呢 顯然呢 它這個退檔是會不油的 所以這個車其實說實在的 蠻Sporty的 蠻Sporty的 好 所以一些條件 第一個渦輪增壓 然後呢 巴速 擬補掉這個小排量 渦輪增壓引擎的一些缺點 當然你要說很有力是沒有啦 它這癌性巴速手自排變速箱的表現呢 非常好 只是說呢 它整個扭力的表現 因為在巴速 而且其實它 因為你八個檔位嘛 每一檔的變化感覺不會很大 那在這樣情況之下 還做了一個退檔補油的 這樣一個機制 等於說它對運動性的 是很堅實的 那麼這個底盤 前麥花城後扭力了 大文 坐在 提起很多齁 一樣是前置 前置引擎 前置引擎 旋輪驅動 然後呢 後面多連桿的 我想這汽車居多啦 後汽車也有一些啦 我們就不要講名字了 一樣是 一樣是前置前驅 然後後面多連桿的 比起很多多連桿我們開過的車款 這個扭力量的後走表現好不好 好 真的很好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是 有時候講底盤這東西喔 水怎麼樣 水很深 水很深 你光看扭力量喔 這100多萬耶 但是呢 它開起來的表現喔 包括我剛才說後座 它的這一個吸震的表現能力Q度 然後呢 我們現在在山路 用比較用力的情況開 它的尾巴帶出又可預期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跟我們常講說法國車 其實我們常講什麼台腳有沒有 法國車就是有名的 對於扭力量的後走這種鋼炮車喔 本來就是很出名的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剛才看原廠那個姐姐喔 好像不太想 不太想聽我們講的話 它是歐洲車 是要講德國 不要跟法國走上太多的關係 我覺得有點這個味道喔 太強調之後這個車 那個 那個 馬克上雖然是寫說那個 PSS 朋友 但這個車是Made in Germany 好現在經過殺幾個彎喔 這個車的底盤非常的了得 喔這個底盤 把馬按歪的 對這底盤非常的好 預期性非常的棒喔 這絕對是鋼炮等級的 當然它受限於排氣量喔 所以在如果說完全上坡的時候呢 有一些地方你會覺得好像 動力稍微有點不足喔 還好有巴速變化箱喔 勉強還過得去啦 但是進到這個 相對喔 比較平緩的路上的時候呢 你做幾個連續殺彎 就會完全體驗到呢 現在的歐寶 至少已經開到這個Ultra 它已經完全回到我們熟悉的 德國鋼炮車的感覺 在一般的平地使用的時候 哇那個底盤是雜屎帶Q度的 不是搖晃晃的 不是啊 跟日本車跟美國車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車體的那一種 剛性 剛性很好 做起來很舒服 那麼在真正做一個 比較激烈抄架的時候呢 整個避震器那一種 欸奇怪 剛剛開的時候是QQ的 現在呢 支撐器就馬上出來了 它沒有跟你講太多東西啊 什麼可變幾個迷啦 什麼這個變那個變 沒有講太多東西 但是一開 它的整個底運就出來了 所謂德國車的底運就出來了 歐寶Extra動態表現 100分 100分 所以我最後真的可以說 這個 在台灣已經真功了超過10年以上的歐寶 對他有印象大概都是我們這個世代 這個時代的人 那不管是我們自己 或是說你的下一代 我們的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 可以去試試看 已經跟我們之前那個印象 那個GN 那個GN那個時代 然後呢 就是醜兇 進來台灣市場那個年代 因為完全不一樣 是一個呢 底運非常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不浮誇 而是呢 他把這些體運的東西 紮紮實實的給你 也回歸到完全的一個 沒關係 我講歐洲車就可以了 歐洲 歐洲車的這種 這種調性 OK 然後呢 該有一些3C配備 也給得很完整 好 跟理論上多多歐寶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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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